好那么台东最美的星空音乐会 原定在第2、3场次将在 11号遗失海端的布农文化馆 以及旧路名桥来办理 但是根据气象局的资料显示 中台将在这个礼拜周末接近台湾 台东县政府交官处经过讨论之后决议 将海端以及严品两个场次延期办理 未来将再进行公布举办日期 首场台东最美星空音乐会 上星期在山源海水浴场热闹登场 吸引500位乡亲及游客一同参与 而原定这星期五六在海端布农文化馆 以及陆野旧路名桥办理的 第2、3场星空音乐会 因为中台参数的毕竟 台东县政府交官处在经过讨论后 为确保工作人员以及民众的安全 决议延期办理 对于这个礼拜的9月10号跟11号的 两场最美星空音乐会 我们一方面是考量到台风的因素 一方面是考量到目前疫情的变化 所以我们这两场都先暂时延期延后 而因为目前国内传出 Data病毒入侵案例 政府也在思考长宾第四场次是否取消 后期的场次基本上我们会看疫情的演变的状况 好像大家比较关心的是9月18号 那是中秋廉假 那中秋廉假目前我们正在讨论 是否能够做一些的调整 最主要是因为那一场是在八千洞 那八千洞是国家交响乐团 那若是说我们取消的话 或是延后的话 国家交响乐团的时间也会跟着做一个调整 那他们不见得有这样的一个日期可以来配合我们 所以我们现在还在讨论当中 幸福教官处表示 活动将会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政策 进行滚动式修正 而未来海端及言评场次 也会在确认表演团体时间后另行公布 记者陈基林 台东市报道